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MD-RAM7 PRO8845HS 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AUSTAR天背GM12PLUS GM12PLUS是天背本年度最新上市的 780M核显旗舰新产品 它不但拥有超级大满满接口 还装置了最有性价比的 Pro8845HS CPU 准系统售价仅仅2100元左右 我发现天背是和780M核显杠上了 一年来 它家上市了GM10和GM12不同系列的多款产品 那么现在已经是2025年一季度了 大家现在是想买一台 有超级大满满接口的8845HS 旗舰主机呢 还是觉得可以入手 价值5000元的我们的下一代旗舰 AI9 HX370小主机 天背GM12PLUS 装置MD-RAM7 PRO8845HS 8核46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MD-Radeon 780M核显 双通道DDR566层5600MHz 双PCIe 4.0X4的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交WiFi6 前置Oaklink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NVMe SSD的散热马甲和硅胶垫 两套8毫米和5毫米的两组高度不同的脚垫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49V6.32A 一共120W功率 黑色铝合金机身 小主机顶部有镂空的GEM标志 绿色的新产品型号标识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接口 双USB 3.2A口 可以BD输入的全功能USB4接口 Oaklink接口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可以PD输入的全功能USB4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满血的HDMI 2.1接口 DP2.0接口 双USB2.0接口 后部 底部 双侧 顶部 都有通风口 取下背部4颗螺丝 揭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底盖上有一个静音风扇 两条DDR5内存插槽 一组NVMe接口 另一组NVMe接口 Intel Wi-Fi 6无线网卡 我们给准系统安装了两条DDR5 5600MHz的内存 一条2T的爱国者7000Z NVMe SSD BIOS里首页可以看到 32G内存 5600MHz 这里可以修改性能释放 有安静45W 平衡54W 性能65W 三种选择 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 P3T Limit 可以限制小主机的整体功耗 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20秒后就从70W下滑跑在65W 整机功耗跑到了92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4.3GHz 我们单烤了57分钟 时温25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84度 SSD最高温度44度 这散热还是很高水准的 我们用天背GM12PLUS迷里主机的 Rient 7 Pro 8845HS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53秒 共计593秒 593秒可以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CPU-Z多线程7226.2 单线程702 CPU端线程成绩在780M核线中表现较好 多线程成绩靠前 GIGBENG5多核11989 单核1909 多核成绩排名780M核线前列 GIGBENG6多核12903 单核2587 排名780M核线的前列 CPU-Z多核17069 单核1777 上了17000分 非常好 CPU-Z多核966 单核105 多核成绩还是排名780M核线的前列 PASSMARK多线程32359 单线程4021 多线程成绩和其他的8845HS差不多 综合上面的比较 天背GM12PLUS的PRO8845HS 多核成绩排在780M核线靠前的位置 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 1571497 CPU得分947160 我们给RUN7 PRO8845HS运行OpenW测试 AES930719 XX20 372194 CORMARK 501384 在CORMARK成绩上上了50万分 不错 黑神花无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自定义画质超彩开到50 开启增生层 最后结果是69帧 实战一下 你莫非就是大黄树的内阁 天命人 封炎 4 4 5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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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4 2 4 古墓丽影暗影 1080P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2帧 荒野大标克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46帧 地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帧 复杂场景70多帧 地平线4 1080P超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全程80多接近90帧 英雄联盟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平均10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这就是Radeon 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88.5度 内存做显存 最高79.8度 SSD最高47度 散热表现很好 看一下3DMark的图形得分 Time Spy 2961 Fire Strike 8387 Steel Nomad Night 20.72FPS 稳定度99.1% 我们把3DMark的数据做成图表 它在780M核显中排在前列 我们也给它运行了大模型测试 还是探测车变成问题 13.62T每秒 测试Deepsec 21真流的千问7B模型 简单问题 45.92T每秒 测试Deepsec 21真流的千问14B模型 简单问题 8.2T每秒 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8位RGB显示信号 USB4和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显示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在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RGB显示信号 连接索离OLED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PCR444显示信号 Radeon 780M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 8K60帧AV1视频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7000兆比每秒 这是P3E 4.0X4的最高速度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比每秒 这是不错的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同时另一个USB4接口还外接了高刷显示器 这说明双USB4没有兼容性问题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Inter X200 Wi-Fi6无线网卡 跑到了840M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无线性能了 Inter R226刚为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5G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天背GM12 Plus 装置了RUN7 Pro 8845HS 在Windows下的性能释放是65W 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才100W 120W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6度 SSD待机温度42度 生产力测试CPU100的时候 机身噪音54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45分贝 天背GM12 Plus 它装置了MD-RUN7 Pro 8845 HS CPU 出厂65W的功耗示范 性能排在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它拥有超级大门关接口 我们对此非常赞赏 因为这件会是一台很难过时的小主机 它有双2.5G网口 可以做软路由 它有满血的HDMI 2.1接口 可以做最高等级的HTPC 它有奥克林克接口 可以外接显卡屋 奥克林克外接多旁外硬盘盒 USB4接口外接万兆网卡 它可以转型为一个 有万兆存储功能的家庭服务器 这台便宜的旗舰级别小主机 几乎没有啥缺点 除非AI9 HX370小主机 能跌进3000元以内 才会对它产生威胁 总结一下 GM12 Plus装置RUN7 Pro 8845HS 65W的功耗示范 性能排在了前列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满血全功能USB4 能接入PD电源 限制整机功耗 还可以达成一线通 装置具有强扩展能力的 奥克林克接口 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 这还是本年度 非常值得买的旗舰机 目前价格也就2100元左右 我们对GM12 Plus Pro 8845HS 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